针对公民团体发起罢免 基隆市长谢国良首度透过媒体公开 他一贯的态度与观点 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来说明 我们至始至终都不赞成罢免这件事情 不管是我本人或者是其他的公职人员名义代表 我们是不赞成 而且是反对罢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可能各位要了解 我对于这件事情一个标准以来的看法 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没有改变 那昨天的确因为现在外界有非常多的人 关心国良的情况以及基隆的事物 所以我们会用守护基隆 当作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轴 来把我们的市政论述好 那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我们基隆将会成为一个音乐城市 不但有好的演唱会 也有好的音乐空间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基隆情感的一些情况 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所有的媒体朋友做最清楚的论述 媒体也询问前立委高嘉瑜有意回来基隆参选 市长谢国良表示他对这个议题不特别回应 目前可以看出来全国媒体对于基隆的罢免议题相当关注 记者会上一整排满满的新闻摄影机来到基隆采访 也显示目前基隆的声量跟热度相当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